各部会还有公家机关这个礼拜都陆续启动异地办公了 不过随着疫情升温 台北万华还有新北板桥是爆发确诊案例 让部分在这两区异地办公的单位是措手不及 像是交通部一部分的人就在板桥车站楼上的铁道局办公 不过车站是人来人往 公务员也很怀疑了 原本要防疫怎么会变成把人往疫情热驱送 交通部也解释 其实这个办公空间跟车站是相互独立的不用担心 而也有不少单位居家办公 但是外网很难连上公文系统 也让公务机关伤痛脑筋 交通部原本规划异地办公地点 其中一个就在爱国东路上面的中华邮政大楼 现在中华邮政爆出有确诊个案 也因此里面的公务人员必须再到备用地点 交通部备用地点 现在移到板桥车站楼上的铁道局 由政务次长胡湘林率队跟部分陆政司 杭政司同仁进驻 不过要分散风险 但板桥车站仍来仍往又属于疫情热驱 不少公务员担心该不会要穿雨音上班吧 也认为异地办公室为了防疫 怎么还把人送到热驱 本来是中华邮政 然后因为中华邮政有那个状况 所以现阶段就是我们本来就很多同仁在板桥那个地方上班 那地方刚好也有空间 所以就先部分的同仁到那边去一起上班 其他备案可能我想都还在进行当中 交通部说铁道局虽然坐落 板桥车站共够大脑之内 但办公空间跟车站相互独立 建筑落实实联制量体温 防疫措施都完备不用担心 而不少部会除了异地办公 一部分的人也实施居家办公 但有公务员抱怨在家的话 公务系统外网难开 内部公文系统得逐一开通权限挂外网 甚至有人还无法连上公文系统 当时就特别提醒我们的资讯中心 一定要协助确保治安 所以当从外网转到内网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SSL的这个系统 来去确保这个治安的部分 疫情变化莫测 部会启动异地办公2.0计划 盘整所属机关 调整地点 公务员作业模式改变 都要尽快适应 才不会影响工作效率 记者 权铁学生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行